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隔10个月再次访问韩国 美国国务院表示 克里将在访韩期间与韩国重点商讨朝鲜问题等地区问题 而法联社等外媒分析称 克里在访问韩中两国时有可能会商讨朝核问题 据悉在为期两天的访韩期间 克里将会见韩国外长尹炳士 也有可能会见朴槿惠总统 下面是一条经济方面的消息 韩国央行10日发布的2013年韩国网络银行服务使用现状显示 去年底移动银行登陆用户为4993万名 同比增长1284万名 其中智能手机银行的登陆用户为3719万名 同比增长55.2% 从智能手机移动银行登陆用户的年龄层来看 30到39岁最多占比31.1% 其次为20到29岁 40到49岁等 另外50到59岁人群所占比重 从2012年底的8.4%上升至去年年底的10% 60岁以上人群也从2.6%上升至3.5% 而20到39岁人群的比例反而从65.6%下滑至62% 最后是一条关于娱乐方面的消息 韩国演员赵正熙和申敏儿 日前确定出演电影《我的爱,我的新娘》 该片翻拍自著名导演李明氏的同名电影 赵正熙和申敏儿在片中饰演一对 开始新婚生活的夫妇 《我的爱和我的新娘》 由朴仲勋和崔真石于1990年首次出演 是一部十分卖座的爱情喜剧 此次重新翻拍后 将在原作基础上添加时代感和真实感 该片将于本月底投入拍摄 预计于今年下半年上映 以上就是亚洲经济的主要新闻 更多资讯请关注亚洲经济官网 以及新浪腾讯微博 谢谢大家